楊副部長請 直接上台 各位好 首先我講一句話 中華民國國防部 包含總統府 沒有所謂國安機制 這是媒體創出來的一個名字 你們也在引用 當然嘛 被打得稀里糊多了 什麼叫國安機制 國防部 參本部掌握的是作戰的反應機制 那是對人立即的軍事衝突做出反應的一個機制 所以你橫山指揮所下集一連串的作案計劃 總統跟國安會裡面是瞭解 任何重大的威脅有影響得必要召開這個會議 那個不叫國安機制 所以大家把這個定義不釐清啊 張飛打月飛在吵的那一團 你扯謊我說謊 問的也無知識 答的也他們不清楚 第二個 今天這個會議更荒謬 今天開出來的題目 是國軍未來兵員 問你是兵員招募的問題 你國安部拿出來呢 是現在所有教育管道的 培訓管道的SOP 反正大家也不care 那你張飛打月飛胡打一通 今天我希望把今天這個會議 拉回到這個主題 為什麼要開這個會議 是因為國軍少子化 已經沒有辦法支撐你現在的兵力需求 我想本席已經跟你們所有的次長都談過 包含副總長也談過 我請問一下 我們到底在這個線 兒子不可能這樣畫出來的 生出來還要到了18歲才能給你用 每年這樣子虚勢下去 我們不像美國 可以開放移民 補缺多少補多少 澳洲可以 紐西蘭可以 加拿大可以 我們呢 所以這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到底需求多少 我想我跟副總長也講了很多次了 你們要算出最低需求 以前那個打法不行了 反共大陸的時候養60萬100萬 防禦的時候還可以養35萬37萬 這是我們都知道的數據 你現在23萬都撐不下去了 將來可能要減到20萬 那20萬有20萬的打法呀 你坐在單位 連山次長來了沒有 算過沒有 最低需求多少 我們請連山次長跟你報告 不不不 我只問他是不是知道這個數字嘛 你現在有沒有一個算盤嘛 陸海空軍戰鬥部隊 我不是談情侶資源部隊 戰鬥部隊這裡需求到 我們現在這個數字 黃市長 那背群台 現在整個的兵力目標 也就是我的作戰的數字 會測 我是為你計算過以後 你的最低需求是什麼 沒這個打不下去 然後副總長請說 算了沒有 算過 而且這個這個數字 我在這裡不能 你不能講 因為這個數字 是經過模式模擬中心 你算過以後 你有沒有調 問這個部署的時候 要調整部署 上次委員談完之後呢 我們跟陳平是已經做了 而且這個呢 也依據未來的作戰環境 敵軍的戰力的發展 我們已經做了一個 十年後的預判 我們做了這個 我今天來執行的目標 就是說 你要算出我到底缺口在多少 缺口是多少 因為你以前的作戰計劃 已經不管用了 因為你沒有這麼多兵力去升他了嘛 對不對 有的地方你可能就不會部署了嘛 那你要調整部署也跟這個來 但是你最起碼今天是 一個非常政策性的會議 我先確定 我最低需求多少 然後看 現在募兵的狀況 我缺口是多少 然後下面你的補救辦法 是往哪裡做 預算 財力 我知道行政院給你們的錢不足啊 募兵也推不下去啊 對不對 那我們軍人幹什麼 我的肚子 被人家這樣子搞 裡面也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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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力來源 外面在那張飛達越飛亂罵一通 今天這個會題目是蠻嚴肅的一個題目 看好下面開來來了 就是你現在爆出來的教育訓練管道 RO2C我本席多年以前引進的 我告訴你這是個失敗的東西 為什麼 我們大學裡面那個軍訓教官 只能給你上上一般常識的課 你並沒有像外 美國的ROTC團 Ducting Trader 這些有常駐的軍官內訓 好了 這些來的跟預官有什麼兩樣 沒有兩樣 你還要付他的學費獎助金 這個回去要檢討 是 第二個飛行軍官班 士官班 還有 飛行員在作戰的時候是大量消耗的 你看一時大戰二時大戰 一天可以擊落一兩百架 我們現在怎麼樣 只是飛行學校跟空軍官校是結合在一起的 所以你的座場比一直提不起來 今天應該分兩個階段來辦 一個民間有飛行學校也要替你培養 第二個你轉到自己作戰要用的那個飛行學校 你把官校四年的課程也耽誤了 飛行軍 我們的空軍官要出來 他的普通科學能力就欠缺 所以這個要去思考 是 第三個 你的士官班 專業士官班 還在養士校 還在養育校 今天台灣中華民國的育男 哪一個不是大專畢業了 你應該在各兵科學校 兵肩單位設立士官班 那個才是把戰鬥戰技培養出來的東西 結果你浪費在那邊 這邊訓練不足 你現在花的士官沒有 第三個 我們現在一共才幾萬人 總兵力多少 殘二三的兵員 這個官員是多少 你子餐還每年去750個 戰略 戰院還信250個 嚴格不合從比例 假定你六萬軍官 殘二三裡面只佔到一半都不到 兩萬多人 兩萬多人 在指揮鏈上的指揮官 沒有多少 怎麼會一年殉到750呢 這些學資 我講難聽點 只是為了一個升上校 升少將的一個資格班而已 教育內容也沒有精進 人員也沒有精進 我跟你講你聯誼要檢討的東西多了 當年 當年眼巴巴把教育搬到那裡去 這些東西都是 老套 沒有一點點改進 所以趙克達你當這個聯誼次長 不是說跟著前面那樣走過來 你要是好好思考一下 王次長請 對不對 人力師 我想那是以後啊 辦教育訓練 我們再來 再來 您的指導 所以今天這個會議啊 大家迷失了主題了 我們關切的就是說 國家裁員 裁力支持 能不能支持你現在的構想 不能支持缺口多少 有沒有其他的途徑 或者是向行政院給出一個壓力 第三個 有關所謂熊二一飛彈的 我們國防部的立場很清楚 你應該告訴人家 任何有利於防禦作戰 公司也好 反制的武器也好 我們都是需要 但是人家給不給 中科研發展有沒有限制因素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你把這個態度講清楚啊 你也不會增加美國的困擾 也不會增加兩岸的困擾嘛 我站在國防部憑什麼不要 當然要 但是現況你要不要的到 那有限制因素 對不對 所以今天變成政客的口水 作戰吵來吵去 我覺得 國防部的回應這個東西的邏輯 要自己思考一下 也沒有什麼 可以避諱的 我們大膽的 我們就是中華民國 我的假設敵就是 具有侵略台灣的能力的國家 都是我的假設敵 中華人民共和國 沒什麼不能講的 對不對 那飛彈也不是只威脅我一個人 所以我希望 以後啊 要開什麼會 對提作業 好吧 副部長 謝謝 謝謝 錯情 谢谢大家